本视频由汽车是个女孩原创制作 近日Uber公司申请了一项专利 关于自动驾驶汽车将使用闪烁灯光和奇怪噪音与行人交谈 这项专利还在整合中 但是大家都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项专利吧 这项专利主要是针对过马路时人与汽车之间的交流 其实在这之前谷歌也拥有类似的专利 但是Uber专利加入了用声音与行人交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过马路时 经常会遇见有转位的车辆 司机和路人会进行事业 让谁先过 而送下的汽车却没有人的这种能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先后有不少汽车公司提出相应这些办法 近日Uber公司在此技术之上 还增加了通过投射银箱模拟人行横道 和模拟司机 也只是行人正确的方向 还通过车辆的声音向行人示意其方向 其目的在于向行人传达汽车的意图 以便行人能够自己做出选择 特别是在没有红绿灯的路口过马路上 我们也经常误解 或者和司机没有进行交流 而造成交通事故 这项专利可以很好的解决 在没有红绿灯路口与行人的交流 的确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但是自动驾驶汽车也存在一些缺陷 转感器无法百分百的保证正确率 换因为光线是让头无法识别前方物体 自动驾驶汽车还需要经常进行检修等问题 自动驾驶汽车还需要提高技术 加强安全性 但是自动驾驶汽车技术的进步 也是我们有目共睹的 从一开始的投影显示 到显示加声音 让自动驾驶汽车一步一步融入社会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